大家好,我们再来聊一聊CBA季后赛的最新形势 现在是确定了已经有11个球队杀入到季后赛当中 但是除了前四的排名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之外 后面的球队都正在进行激烈的卡位战 而就在之前的两场比赛结束之后 可以说整个CBA的季后赛对阵格局正在逐渐走向对于广东来说最不利的一个方向 广东,北京和深圳之前是同时登场 而且两支球队同时取得了胜利 深圳险胜浙江广沙,北京则是轻松碾压了四川 而这两场胜利之后也就意味着 这两支球队将会继续坐在第八和第九的位置上 那么广东队恐怕难逃死敌北京 并且要和他们进行正面对决了 首先是深圳的这场比赛 深圳的这场比赛当中 面对积分榜牌在第五名的浙江广沙这个顶级强队 深圳并没有落于下风 反而是成功的战胜了对手 而他们能赢 是因为胡金秋在内线的优势 被对面沈子杰的优势给完全抵消了 沈子杰是全场最闪亮的那颗星 26分,13个篮板,4个助攻,3个盖帽 可以说是展现出了本土第一内线的实力 至少在现在来看 沈子杰和周琦在CBA的统治里 已经是不分不中的了 如果说周琦是现在CBA攻防一体 做的最好的球员之一 那么沈子杰怎么也称得上 是一个中国农眉哥的名号 对面的胡金秋这场比赛 其实也拿到了23分15个篮板 数据层面并没有比26加13的沈子杰差太多 但是在防守段你必须得承认 沈子杰确实是做的更好的那个 再加上他身边的卢奕文和贺希宁 以及险些拿下超级三双的外援伯顿 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他们还是战胜了浙江广沙 而广沙这边由于孙明辉石头二重的低迷 发挥他们还是输了 在这场比赛之后 浙江广沙把自己整个季后赛第八的 深圳队把自己整个季后赛第八的位置 坐的是越来越稳了 然而与此同时 北京队呢同样也是坐稳了第九的位置 现在北京和深圳其实就差一场 深圳是28胜22伏 北京是27胜23伏 北京之前是战胜了四川 他们能英球靠的是吉布森的25分和7个篮板 以及汉比尔顿的21分 再加上3000万神塔 范自明在逐渐的找回状态 也是拿到了一个18加10的数据 这三大核心联手出击 帮助北京队是成功的拿下了四川 四川的外援亨特虽然也砍下35分五篮板五助攻 但是没有办法拯救球队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之后 北京第九的这个位置也是坐得特别稳了 现在在北京身后的是吉林队 但是吉林的战绩明显无法和北京相比 吉林队现在是27胜24伏 并且后面他们的赛场也并不简单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要北京自己不犯错 他们不会再跌出前九名了 你要说排名会不会再上升的 那得看前面的球队会不会犯错 但是现在青岛的势头也非常的猛烈 北京想追上青岛是不太可能的 他们想追上深圳 那也得指望深圳自己掉链子 可是你看深圳最近的表现 他们也不像是一个能掉链子的样子 因此不出意外的话 北京也就是在一个第八地球徘徊了 很难再升上去了 因此这就意味着广东的一个如意算盘是彻底破灭了 如果说可以的话 广东肯定是想让北京跌到第十或者升到第七 让他们去对阵辽宁队的 但是现在看这一点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了 北京和深圳最有可能位置就是最后双方进行一个卡位战 一个第八一个第九 至于说谁第八谁能有主场优势 那就看后面几场各自的发挥了 但是你想让他们两个离开这个位置并不太容易 而青岛队凭借着之前的一系列出色表现 尤其是面对新疆队的那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发挥 可以说青岛已经占据了主动权 他们排在前期也很难再跌下去了 那么事情确实是在向对于广东来说最不利的方向发展 按照本赛季的CBA规则 5打12 6打11 7打10 8打9 北京和深圳注定会在第一轮进行一场浴血对决 而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那么北京凭借着他们坚韧的防守 以及出色的整体性战胜深圳应该不是问题 那么广东就彻底躲不开北京了 双方一定会在第二回合展开一场 一场淘汰制的巅峰对话 这场球谁输了谁就回家 在一场决胜制的比赛当中 恐怕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敢说能赢北京首高 北京队的冲突季后代经验 雅尼斯对于CBA联赛的了解 一个抽风型外员吉布森 下面还做着一个让人觉得难以预知的 超级外员乔战麦克雷 以及近期范子明的状态挥暖 这都是对于广东队来说非常不利的消息 再加上北京队在季后才碰到广东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加成 打广东也是从来不会轻易认输的 因此这场比赛 对于广东来说恐怕会非常危险 而这个局势正在朝着 对于广东来说最不利的方向发展 不管是北京队还是深圳队 深圳队晋级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是如果晋级了对广东也是